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5回 这些黑灵人一出手啊 就毫不留情的 竟打算将天鹏族等人一举灭上 至于叶律族的秦晓 虽然说不是天鹏族之人 但也明显没有放弃一马的意思 雷来一见 脸色大变 身上银壶一起 顿时形成了一层防护 将自己呢团团护住 接着脖颈处金色葫芦一颤之下 又放出了纤细的紫色电丝出来 电壶瞬间多化为了紫色 声势是惊人异常 做完这一切之后 此女才急忙说道 憨兄 这是黑灵族的金屋灵火 可以吸纳我等的法力修为 极其可怕 千万不可让他们沾染身上的 白碧和秦晓听完这话 也露出了骇人之色 同样的手忙脚乱的急忙施法 一个放出了万道金芒 一个祭出了一块墨绿色玉牌 放出丝丝绿光 拼命抵挡着黑色火焰的袭来 金屋灵火 有些意思 寒厉一笑 也不见其有何举动 身体一片五色光焰浮现而出 那些黑色的火焰 纵然说威力其大 但是一接触到此光焰 竟然发出了轰隆隆的闷雷之声 两者接触之下 反应激烈异常 仿佛凉水掉进了滚油中一般的 见到此景 那些黑灵人一愣 但为首的黑灵人 瞳孔一缩之下 毫不迟疑的大声喝道 假大灵活威力 我们如此多人 这个小子纵然有些神痛 能暂时抵挡灵活 也没有办法坚持多久的 这名男子呢 似乎在黑灵人中极有威信 其他的人都答应一声 手中灵雨挥动 更加的飞快了 并且每个人背后 先后现出了一只黑色大鸟虚影 模糊异常 偶尔呢 有一两个清晰一些的 也是忽暗忽明 明显的无法稳定的样子 但是 这些真灵法相一现形之后啊 那些黑色的灵雨威力 顿时大增 喷出的火焰几乎变得漆黑如墨起来 甚至黑焰卷过之处 连附近空间都朦胧低迷起来 隐隐的有一些扭曲变形 这分明是火焰威能到了一定极点的表现 如此威力 雷兰和秦晓二人呢 原本的防护立刻呈现了力不可知的迹象 三人大害啊 极有祭出其他宝物 但也没有办法支撑太长的样子 但是 韩力身上的五色光叶 仿佛是无穷无尽 在黑色火焰威能大增的同时 五色光叶同样的一下子暴涨树齿 仍然稳稳地将黑焰抵在了远处 这一下子 黑灵人脸色不大好看了 但尚未等他再次开口说话 韩力瞥了一眼 一旁拼命地抵挡黑焰的雷兰等人 突然一张口 一团银色的火焰击射而出 扑斥一声 化为了一只银色的火鸟出来 此火鸟一现身 就盯着光焰外的黑色的火焰 口中发出了欢快的清明 然后双翅一盏 体型一下子暴涨数倍 竟化为了丈许大小的银色巨鸟 接着呢 不等韩力催动银色火鸟 就一下子扎进了外边的黑焰中 黑银亮色 银焰略以交织 竟然无声无息 但是随之火鸟身体 仿佛成了一块巨石 附近的黑焰 均都往其中是滚滚投入 石灵天火原本就是融合多种大威力的真火 变异而成的 并且呢 本身呢 也具有一丝本能的灵性 最擅长吞噬各种灵验 而这所谓的金屋灵火 虽然不真是金屋真灵驱使的 可以融化空间焚烧大地的金屋神焰 但其中借助金屋之余还是含有金屋神焰的一丝微能在里边 正是士灵天火最喜欢吞噬之物 所以啊 杭力刚一放出士灵火鸟冲进到灰燕当中 立刻不客气的大口吞噬起来 只这几个呼吸的功夫 四周熊熊燃烧的黑焰都被火鸟一个盘旋之下吞噬得一丝不胜了 一干黑灵族人顿时瞠目结舌起来 雷兰白臂等人自然大喜过望啊 你是什么人 这天鹏族绝对没有这种神通的 猥瘦的黑灵人震惊之下 惊怒的鹤问道 我似乎没有回答你的必要吧 含力滴滴一声 然后背后双翅一盏 突然化为了一道清白电弧在原地消失了 为首的黑灵人显然啊 也是争斗经验丰富异常之辈 一度此景 不加思索的一只手袍袖一抖 另一只手呢 则同时一掐绝 顿时一张黑色的丝网从袖口飞射而出 但是目标不是含力 却一个翻转 男子自己瞬间形成了一层黑纱 将其严严实实的照在了旗下 另一只手一扬 却喷出了三颗悲口粗的乌黑的雷球 围绕其身体盘旋不定起来 一声霹雳过后啊 含力呢 几乎紧挨着黑纱现身而出 三声巨响 三颗雷球一闪及时后 准确无误的击在了含力的身上 但是含力身上却早不知道什么时候 浮现出了一副黑色的战甲 这三颗雷球纵然威力不小 但也不过看看将此甲 积散了小半而已 根本没有能够伤及含力本人分毫 反而倒是含力 面无表情之下 身上金光一闪 浮现出了一层金色铃甲 单臂略意模糊之下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探出 无止如辜地直抓黑灵人后背要害 刺拉一声 看似非同一般的那层黑纱 竟在五指金芒闪动之下 仿佛纸糊对一般一丝而开 黑灵族男子 只觉背后一凉啊 一只金色的手臂 就洞穿前胸而出 诡异的是 整条手臂竟滴血未染 黑灵族人呢 脸上显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口中一声大吼 两手一动 默然地抓住了胸前的手臂 寒力目中寒光一闪 手臂金光大放 一口数尺长的飞剑 从手臂上模糊浮现 一声清明 剑光一闪 黑灵族男子 不但两只手臂 被轻易的切削而落 整个身躯呢 更是被剑光 从中间是一分为二啊 身躯中 现出的一颗金盒般的东西 和一团绿火 更是在剑光中 被一脚而碎 连金魂都未能跑出分毫来 其余六名黑灵族人 大惊失色 为首男子 可是高阶灵将存在 无论修为还是神通 几乎都是他们中 手去一指 这怎么对方一出手 就被斩杀了呢 当即他们中的四个人 惊怒的大喝一声 立刻一滚 化为了四只黑色的大鸟 直奔韩力 气势汹汹的扑来 另外两个人呢 互相看了一眼 却二话不说的 将手中淋雨一收 立刻化为了两道乌光 朝远处击射而逃 韩力嘴角 微微一翘 背后一声雷鸣 就化为了一道电弧 在原地消失了 那些黑色的大鸟 剑子啊 心中一领 扑上来的动作 不禁一顿 而就在这略意耽搁的瞬间 清光一闪 一道仿佛虚影的带翅人影 诡异的在一只黑色大鸟 下方浮现而出 此鸟呢 还没有来得及采取什么行动 就只看到下方虚影 似乎单臂动了一下 随之 一道刺目的金光 一闪即逝 消失不见 黑鸟一惊啊 下一刻就感到身子一凉 整个身躯就一分为二 两片尸体夹杂着一股血雨 从空中坠落而下 人影一闪 再次诡异的消失 随之出现在了 另一只黑鸟附近 同样的一仰手 放出了一道金色的剑光 此鸟也仿佛豆腐做的一般 又被迅雷不及掩耳的 一斩两截 原本应该坚硬如钢的铁鱼 竟然根本没有办法抵挡分毫 就这样 韩利的身影 鬼魅般的在空中 闪动了四五下 当最终现出身形的时候 清晰的 稳稳的停在了半空中 四只黑鸟人 所画的怪鸟 全都一只不剩的 被斩杀了个干净 韩利仍然没有罢手的意思 凝望着顿出了数十帐外的 另外两名黑鸟人 面无表情的双翅一动 化为了一道青白长红 破空射出 一声撕裂长空的奸鸟 突然爆发而出 惊鸿刚已射出十余帐外 对于模糊之下 化为了一道青白细丝 细丝在诡异的一扭曲 就此闪入虚空中 就不见了踪影了 一名正拼命的 逃顿的黑鸟人身后 空间拨动一起 清白细丝浮泻而出 一闪之下 此丝直接洞穿了 黑鸟人身躯 在为之飞快的一绕 一抹金光一闪不见 黑鸟人瞬间 被分成了七八节之多 细丝一阵扭曲 在虚空中再次的消失了 下一刻 另一名黑鸟人 头顶之处 清白之光大放 细丝诡异的一闪而出 随后一模糊之下 韩丽身形完整显现 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晃 一口金色的小剑 浮现手中 接着呢 化为了一道粗大的剑光 一展而下 金光闪烁之下 剑光瞬间 到了下边之人的头顶处 黑鸟人吓得是魂飞天外 不加思索之下 背后双翅往上一扇 同时呢 单手一拍头颅 顿时 双翅黑芒一闪 鸟语全都化为了无数的剑士 从空中密密麻麻的击射而去 同时啊 天灵盖上浮现出了一面黑色的木盾 化为乌云 直接迎向了落下的剑光 不知道那木盾是何宝物 但明显的根本没有办法抵挡 轻竹风云剑的犀利 金光一闪之下 就将黑云一展两半 顺势呢 将黑鸟人斩成了两截 而那些黑色的剑士 刚一射到韩力面前 就被一片灰霞挡住了去路 随之灰光一扫 如此多的剑士 全部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根本呢 没有办法伤害韩力分豪 而韩力望着向下方坠去的尸体 眉梢一动之下 似乎想起了什么 单手虚空一抓 肃力一声 一根持续长的黑鸟 从某些尸体中飞出 被抓到了手里边 韩力呢 单手抚摸着此灵雨 目光闪动几下 只见此灵雨乌黑发亮 透着丝丝的金芒 微晃动之下 由黑色的符纹浮现而出 随即呢 化为了一团团黑焰 炙热的气息浮现而出 韩力露出了颇感兴趣之色 手中黑光一闪 灵雨被收了起来 至于尸体嘛 自然被他随后一颗火球 化为了灰烬 一道青红 在低空处一阵盘旋 就将所有的黑鸟 都从尸体中射出 被韩力不客气地 占为了己有 当清光一闪 惊鸿出现在了 白碧等人身边的时候 韩力再次现出了身形 继续上路 仿佛一切事情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 韩力淡然地说道 雷兰三人脸色有些发白 但是不由自主地连连点头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t85.com 半日之后 韩力等人出现在 一片陌生之地的上空 前方不远处是一片低矮的密林 林中大半的树木 高不过三四丈 树叶淡黄散发着 那么一种淡淡的兴气 一行人都停在这片密林边缘处 韩力则站在众人之前 面落沉吟之色地望着密林不语 白碧等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全都站在了离韩力数战后的地方 一副不敢和韩力并肩而立的模样 但是望向韩力的目光 更是带着一丝丝的敬畏 说起来自从韩力 当着这三名男女 轻易地击杀了七名黑灵族圣子之后 雷兰二人呢 终于真的有些明白 韩力的确真正的实力有多么强了 恐怕就是传闻中的 七月族的敖青和南隆族的肺叶 也不一定有这么可怕的神通啊 故而接下来的这段行程上 雷兰和白碧等人面对韩力的时候 说话口气都不觉用上了敬语 仿佛在面对族中长辈一般 再没有任何其他心思了 有韩力这般强大的同伴 显然呢 这次试炼绝对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些也是借助黑暗晦气凝结成的腐叶术 此地应该是第二层晦气最凝结地点之一 我们运气不错 竟凑巧碰到了此地 虽然说希望不大 但是明艳果似乎也有可能在此地出现的 你们打算花费时间寻找一下 还是直接赶到万藤道去啊 韩力终于开口说话了 韩秀 这辅业林并不太大 虽然神念受压制 但是只要花费小半天 就可彻底地搜查一遍的 三个人迟疑地互相看了一眼 白臂恭敬地回答道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花费半天的话 的确是无所谓的事情 那就在此地停留一下吧 韩力也觉得没有问题 就随意地点了点头 一听韩力此言呢 雷兰三个人心中威喜 若是能在此地就找到这明艳果的话 自然好过再冒险去第三层了 当即这三个人略商量之下 秦晓的袍袖一抖 再次放出了十几条蜥蜴傀儡 驱使着朝密林某个方向飞去 最后没入林中不见了 雷兰和白臂二人 似乎对此也早有各自的准备 雷兰抬手啊 祭出了一个白色的玉匣 口中念念有词之下 侠盖一飞 从中飞出了数十只 寸许长的飞翼 闪动着弹银的光芒 朝另一个方向 嗡鸣而去 而白臂呢 却双翅一抖 身上射出了十几条 金色的小蛇 拇指粗细 闪动之下 纷纷没入地面 不见了踪影 接下来 三个人在空中盘膝坐下 各自施展秘术 催动那些傀儡和灵兽灵虫 开始一片片的搜查着矮木林起来 韩力悬浮在空中不动一下 似乎没有插手此事的意思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 数个时辰过后 雷兰等人呢 已经搜查了大半的密林 仍毫无所获 但是如此长时间不停的耗费神念之下 几个人脸色都是微微的发白了 双手倒背的韩力 突然眉头微微一皱 朝天边某个方向望去 脸上的闪过丽丝金仪 就在刚才 他从那个方向 似乎感觉到了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 但是只是一闪就不见了 让他以为啊 自己是不是又感觉错了什么 目光闪动之下 他正思量着 是不是过去 在仔细的探查一番的时候 忽然一声惊呼 从雷兰口中发出 狂喜至极的样子 怎么 真找到明艳果了 韩力时也顾不得刚才之事 扭头问他 大感几分意外 不错 我真的找到明艳树了 而且有六棵生长在同一区域 上面有果实 而且大半都是成熟的样子 雷兰 雷兰无法掩饰兴奋地说道 雷师妹 我说你没有看错吧 真是明艳果吗 白碧文言 也顾不得驱使自己的灵蛇 千万心跳地问道 我说雷妹妹 这地园有不少果实和明艳果是很酷似的 你可要看仔细了 秦燕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子女同样也顾不得自己的傀儡 不可能有错 虽然说我第一次见到真物 但无论树木果实 都和典籍上记载的是一般无二 雷兰摇了摇头 十分肯定地说道 很好 先过去辨认一下真伪 若是真的没有问题 看来我们倒真的不用去第三层了 杭丽显得十分镇定 平静地说道 原本就说第二层有可能存在明艳果 只是机率不太高而已 如今被他们一下子就寻到了 倒不是不能接受之事 好的 我这就带路过去 雷兰欣喜地答应一声 身形一晃就往前走 站在旁边的白碧二人也同样起身 纵然说想强作镇定 但是目中的兴奋之意已经是显露无遗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936回 男人修仙传第936回 在雷兰的带领之下 一干人等全力飞顿 只是一刻钟的时间就出现在了密林深处 某片被淡淡的灰气笼罩的潮湿之地上空 就在这里了 附近有一个水潭 那些明艳果树就在水潭的边上 雷兰冲下方一点指 毫不迟疑地说道 望着下方的雾气 寒厉瞳孔蓝芒一闪 目光瞬间洞穿了灰气 将下方的情形看得是一清二楚 他袍袖一抖 一股狂风从袖口狂涌而出 一下子将雾气吹得是一阵翻滚 并最终荡青了大半 下面的景色 一下子变得隐约可见起来 下方果然有一个不大的水潭 面积呢 只有百余丈而已 而在离水潭不过十余丈远的地方 稀稀疏疏的 有数十棵低矮不一的树木 大半呢 都和四周的腐叶树不同 有数棵通体黑绿的树木 在枝叶顶端呢 各结着一颗拳头大的黑乎乎的奇怪的果实 这些果实表面呢 粗糙至极 并有无数细小的裂口张开 里面竟隐隐的 有黑气进出流动的样子 杭力双目一眯 略意回忆一下 果然和典籍中记载的明艳果是完全一样 不光杭力 其他人呢 也都到了这几颗果实面前 脸上 均都露出了笑容 雷师妹 没有说错 的确是明艳果不假呀 白碧兴奋地说道 将成熟的果实摘下来吧 似乎够我们分的 杭力再深深地望了几眼 这才徐徐地说道 神情呢 始终是不急不躁 若是赤戎族那些家伙 想在第三层埋伏我们的话 就让他们继续等下去吧 雷兰也玩笑式地说道 显然的心情极为的欢畅 秦晓自然同样的极为的高兴 就在三人打算马上落下摘取果实的时候 忽然 韩丽脸色一沉 头也不回的手臂一抬 对准了背后某处虚空一案 呲啦一声大响 一只仗许大的五色大手凭空现出 毫不客气地向下狠狠一抓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被五色大手笼罩的空处 血光一闪 一只血色大手同样并反向迎去 轰的一声 五指和五指撞击到了一起 血光和五色光焰交织之下 竟一闪同时溃散消失了 嗯 有些意思 两种截然不同的轻呼之声同时发出 发出轻移的正是扭头过来目睹这一切的韩丽 说出话语的则是在血色大手浮现出现出的一团血雾 雾气中的隐约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的样子 阁下何人 为何鬼鬼祟祟的模样 韩丽盯着血雾 一字一顿地说道 森然异常 一名灵象级别的存在 也能发现我 看来果然有些问题 血雾中的人影 阴阴的一阵怪笑 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说了一句 你们下去将明艳国取下 白人交给我好了 韩丽目光一闪 冲一旁有些发愣的雷兰三人一挥手 生硬地吩咐道 是 遵命 韩丽小心 雷兰三个人呢 虽然说没有办法看出血雾中人影的实力 但是一件杭力这般凝重的模样 心中呢 不由得咯噔一下 急忙达到 然后三个人动光一起 冲下边的明艳国落去 怎么 你们 对厦门的那些果树感兴趣 呵呵呵 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 血雾中人影一扫雷兰白臂等人 与其奇怪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杭力心中一领呢 神念一动之下 立刻就想开口提醒白臂三人 但是 却已经迟了 下方一声巨响过后 水潭中突然水浪大起 接着 数条粉红触手分开水波一扫而出 同时呢 无数的水箭密密麻麻的射出 白臂等人刚落到水潭边啊 见此大惊 那些明艳国就在身后处 哪敢轻易的躲闪 三个人无奈之下 只能纷纷地施展神通 应接下刺激 一人两手一挫 放出了几道粗大的银壶 一个呢 则身前无数金丝 交织射出 而秦晓则一张口 喷出了一片绿色的光霞出来 三种神通交织一起 顿时和触手水箭 撞击到了一起 轰隆隆一阵巨响过后 雷兰三个人身形一阵之下 忍不住的是倒退了几步 而几条触手在如此多攻击之下 也变得模糊一片 有的血肉模糊横飞起来 水潭中传出了一声痛苦的大吼 随即水浪一起 一只仿佛章鱼般的褐色的妖物 从水下冒了出来 绿色的怪眼瞪向了岸边的同时 又有数条触手从水下张牙舞爪的探出 每一根都有十丈之高 让人是望而生畏 此妖硕大的头颅上 长着密密麻麻的蓝色的绒毛 触手每挥动一下都发出了撕裂空间的破空之声 更让雷兰等人大感郁闷的是 那些负伤的触手在一阵蓝光闪过之后 伤口竟然瞬间全部愈合 恢复如初了 此妖没有丝毫助手之意 早已将水潭附近视作其他地盘的他 阳首呢就发出了一股带有疯狂之意的大吼 树枝触手挥动之下 漠然放出了片片的蓝光 直奔三人一卷而去 雷兰等人为了明艳果 也根本不会退让一步的 同样的纷纷低贺施展神通迎上 顿时雷鸣爆裂之声连绵不绝呀 三个人和章鱼般的怪物陷入到了争斗当中 另一边呢 韩力将斜撇的目光一收 面上丝毫表情没有 没有露出任何担心的神色 那日妖物纵然凶猛 但是呢绝对不是雷兰等三名圣子的对手 而眼前的这家伙 却明显是一名大敌要小心应付的 你和先前出现的雪傀儡是什么关系 韩力盯着对面忽然这番问道 血傀儡 这么说地血老魔已经派人来过了 他们应该被你宰掉了吧 好 很好 看来倒也值得我跑此一趟 雪影中一阵冷笑传来呀 竟根本没有回答韩力问题的意思 韩力眉头一皱 体内的众飞剑一阵跃跃欲试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但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对面响起了尖锐的刺鸣声 让那双耳一下子隐隐作痛了起来 韩力心中大害 尚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面门琴冷风一袭 一根毛发般的血针 从近在咫尺的虚空中激舍而出 到了韩力眉宇间处 如此近的距离 韩力呢 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反应 只见血盲一闪 血针就鬼魅般的扎到了韩力的面门上 血雾中人影嘴角一动 泛起了一丝宁笑 此手神通 可让他不知道击杀过多少强敌 还从来没有失守过 当地一声金属撞击翠向发冲 戏针仿佛扎在了钢板上 被滴滴滴的一下子反弹而开 韩力面色大变 一只手臂略以模糊向前一探 一把将血针抓到了手中 血雾中人影刚浮现的笑容却凝滞了 你 你的肉身能挡住我的血和明珍 血雾中的人影 似乎还有一些难以置信 可是韩力呢却一言不发 只是在身前缓缓地松开了五只手指 只见那根血针在手心中跳动不已 仿佛活的一半 但手心现出了片片五色光焰 让此针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寸许的 韩力脸色很难看 甚至说有些铁青 一股急寒在心间的盘旋不散 对方这次出其不意的偷袭 真的让他感到在鬼门关前绕了一回 又走了回来 若不是他肉身强大 远超同街妖兽 无论肌肤骨骼都比一般法宝还要坚韧 换了一名人族修士 可能就死 一命呜呼了 但就是这样 也吓出了他的一身冷汗处了呀 这种和生死几乎擦肩而过的感觉 他可是好多年都没有体验过了 血雾中人影 心中惊骇也不在韩力之下 肉身强大到这种程度的对手 他还真没有听说过几个 不禁怀疑呢 这韩力是不是真的是非灵族人 而不是某些肉身强横的妖物变化而成 他脸色同样有些阴晴不定 就在此刻 韩力缓缓地抬起手来 目中呢一芒一闪之下 突然发出了一声冷哼 血雾中人影只觉脑中轰了一下子 仿佛被人呢用尖锥使劲的扎了一下 漠然的剧痛异常起来 纵然说此人影 神识强大 也不是同皆妖物可比的 但仍不禁痛苦的身形为之一化 几乎立刻要攻下妖气 而几乎同一时间 他残余的那一丝清明 感到了一股微风在身后一吹 接着一股奇寒突然向其腰部袭来 此人大惊想要躲避 但神念剧痛之下 手脚都变得迟钝异常 根本来不及闪避什么 他只能口中一声低喝 身上漠然血光大放 浮现出了一件 适样奇特的青色灵甲 堪堪在其寒吸神之前 将其全身都护得风雨不透 呼吹一声 一道金色金光 是狠狠地扎在了灵甲之上 但是只没入了数寸 就再也没有办法深入分毫了 金光一脸 显出了一口持续长的金灿灿的长剑出来 正是韩利的青竹风云剑 而在血雾后面几丈远处 韩利一脸惊讶地站在了那里 在刚才他发出精神刺的同时 就施展风为赤的神通 借用风盾之术 一下子化为了一股清风 瞬移到了此地 并闪电般的一剑 展向血雾当中 但是没有想到啊 对方还能保持一丝清明 放出了一件古怪的脸甲 竟能挡下青竹风云剑的犀利 这是什么战甲 竟然如此的坚固 韩利心中吃惊了起来 找死 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 那雾中的人影 就从精神刺中彻底地恢复了过来 韩利刚才的一剑 同样让他后怕不已 惊怒之下一回身 再一张口 一道血色光柱狂涌而出 但是韩利却没有应接此击的意思 背后双翅一抖 就在清白电光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刻 韩利原先站立之处 一声雷鸣 人重新出现在了那里 他脸色平静如常 仿佛一开始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此地一般 这个时候 对面一声低吓呀 血雾一阵风滚的渐渐的散去 现出了对面人影的庐山真面目出来 竟然是一只胶手人身的血红妖物 血胶 韩利瞳孔一缩 望着眼前熟悉的胶手人身妖物 韩利大感意外 心中的一阵嘀咕 此种妖物 他可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当年在人界乱星海的时候 击杀的一名化形血胶 和眼前的妖物一般无二 不过对面的这条血胶 自然不是八级妖兽 而是炼虚高阶的可怕存在 通过刚才的炼焦手 可知此妖神通极其可怕 绝对不是普通的炼虚级别的妖物 韩利心念急转之间 暗自思量着如何才能够对付 眼前的大敌 一名灵匠级别存在 竟差点伤了我的确很古怪 怪不得主人来之前 这般叮嘱呢 血胶望着韩利 森然的说道 主人 韩利闻听心中一领啊 这眼前的血胶 已经是炼虚级高阶存在 那他主人 岂不是合体气的巨妖了 地缘中这等存在 又怎么会突然盯上了自己 他可是第一次到这儿来的呀 韩利心中疑惑 脸色却一言不发地阴沉下来 下面这一击 你若还能接下 本大人立刻转身就走 暂且放你一马 血胶 目中闪过了一丝诡异 突然似笑非笑地说道 接着 此妖不管韩利恶然的表情 两手一掐绝 身上血光一闪 大片的灵光 往四周一卷而去 附近原本散去的血雾 再次浮现而出 略一翻滚之下 就将血胶的身形 淹没进了其中 一声声古怪的咒语 从血雾中急促地传出 附近高空呢 顿时浮现出了大片血云 随之雷鸣之声大作 一道道血红闪电浮现而出 啊 这是什么神通 韩利一愣 心中大脸 虽然说 云中闪电尚未落下 但是 一丝不妙的感觉 就已经涌向了心头 不加思索之下 他单手呢 往后脑一摸 一片灰色霞光 飞卷而出 行着了一层灰幕 护住了头顶处 接着天棱盖上 又清光一闪 一只青色小顶浮现而出 从中喷出了无数青丝 交织闪烁之下 一道青色的巨网 出现在了灰幕之下 但就是这样 韩利仍不放心 身形滴溜溜溜一转 骑士二口飞剑 鸡舍而出 化为了一道道剑影 在身体四周盘旋不定 金银色的雷袍 也从身上飞出 化为了一片片金银符纹 漂浮不定 另外呢 在黑气翻滚之下 一件黑色的煞甲也浮现在了体表上 韩利竟在一瞬间 布下了风雨不透的五层防护 而韩利自己两手一抬之下 一只手黑影一闪 一座持续高的小山虚影闪现 另外一只手五指轻轻一弹 五只白骨骷髅头呼影呼现 五色光艳流转不定 远处的雪胶一见此景 心中一惊啊 哪儿还再敢半点迟疑啊 急忙全身精血急转之下 单手冲空中血云一点指 云中刺目的血光一闪 就到闪亮的雪垫 狠狠的披下 一闪即逝过后 分成三波到了韩利头顶上空处 三波闪电 一波比一波多 一波比一波粗大 三声霹雳过后 第一波的两道雪垫 狠狠的积在了灰色光幕上 纵然原刺神光神妙万分 但和两道血色闪电一接触之下 就被硬生生的一击而散 同时呢消失在了虚空中 下一刻 第二波的三道雪垫是紧接落下 只见轰隆隆的一闪 青色丝网被轻易的撕裂而开 积在了下方的剑影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所画的防护 竟仿佛虚幻一般的丝毫笑又没有了 血垫直接洞窗而过 直接击在了雷袍所画的金银符文上 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传出 团团的雷光一下子抵挡住了血色闪电 三道闪电仿佛三条血蛇一般拼命地朝下方钻去 但是金银色的雷光也不甘示弱地爆发出了惊人的轰鸣啊 显然 血垫微能 烧胜一筹 三色雷光狂闪几下过后 金银雷光寸寸碎裂 纤细了许多的三道血垫 终于再次落下 再击中了 韩力身上的煞甲 让两者爆发出一声闷响 同时溃灭了 韩力苦心布下的五层防护 在一瞬间的功夫之内 就尽数被击破了 而这个时候 最后四道更加粗大的血垫 已经闪动妖异的血光降临了 韩力脸色一沉 未见其有任何的动作 但是身上金光大放之下 一只三喉六臂的虚影浮现而出 一动之下呢 六只金灿灿的手臂 直接迎向了空中的四道血垫 纵然说 凡胜真魔法相还只是虚影 但是威能也远超想象 六只手臂挥动之下 化为了六团模糊的金光 四道血垫一闪之下 结结实实的 积在了这些金光上 两者撞击到了一起 竟然无声无息的 其中两道闪电血光一闪 和六团金光同时不见 另外两道却丝毫无损 直奔寒厉的头顶 批了下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937回